这是清晨的武嶺天色还没亮 监视器画面看得到灯光 三千多公尺高山人山人海 武嶺停人挤人 停车场爆满比夜店还要热闹 山上原本路径就比较狭窄 空间有限 大批人车涌上山 警方出动疏导交通 您夜从武嶺看日出 车流大量涌入河山 造成武嶺停车场爆满 民状违规停车导致其他 用路人无法通行 除了夜冲看日出 部分民众还想碰碰运气看彗星 紫禁山阿特拉斯彗星 9月28号通过了近日点 从离太阳不到6千万公里处掠过 比水星还要近 台北天文馆飞向模拟图 跟相关的天文照 不过要看到它 天气有关键因素 台风来袭云雾遮挡 这次登高 上荷环山看彗星的是看不到了 最佳观测时间刚过 就是28号清晨 它的阳桥最高 不过这几天都还有机会 11月2号以后就看不见了 看不见的原因是因为 彗星离太阳越来越近 天文馆也推出追星活动跟介绍 紫禁山阿特拉斯彗星 10月中旬之后会再度出现于 日落后的西方低空 10月12号通过禁地点 观看的方向要变成傍晚朝西方 才有机会 不过受到台风接近的影响 荷环山看不到这颗会星 而且荷环山森林游乐区跟奥万大 9月30号到10月2号 预警性休元三天 TBS新闻 陈家贵无书评 台北南投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 TVBS新闻网APP